在唱歌的时候 突然间银行的APP突然跳通知说 刷了一笔三万多块的金额 对 但是因为我人在唱歌 所以我并没有去消费 而且卡也没有离开到我身上这样 警局也是说 当天也是有蛮多人被盗刷这件事 原本以为信用卡遗失 开皮夹确认还在 当天也没有网购 却在i16开卖 当天晚上就收到银行APP通知 两个多小时之前 连续两笔分别刷了四十元 又马上退款 隔了六分钟 又在Apple线上商店 刷了三万三千四百元 i16新手机 当下跟银行确认被盗刷 直到晚上十点多 又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陌生人已经当面取货 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 线上刷卡的简讯验证码 而且还隔了超过两个小时 被害人当天深夜就完成报案 但取货地点在101分店 想定于这些画面 得透过正式行文 加上Apple向来重视客人隐私 警方无法及时介入寻线逮人 银行表示有的国外线上交易 不需要3D验证 累计五次以上才会通知 律师提醒发现被盗刷 除了要先停卡之外 也一定要报案 提告侵占或是未造文书 否则可能面临被求偿 华氏新闻林志淳 黄佩华张德生 台北报道